接下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興趣受眾的挑選跟分析 我們剛剛其實透過了四大受眾 在思考說你這個興趣 可以怎麼做 然後受眾怎麼挑 那我們剛剛有講興趣受眾裡面 我們也有分為 就是行為受眾 跟廣方興趣受眾 什麼是興趣受眾 我解釋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有在FB裡面 去挑選說你個人身上有哪些興趣嗎 這叫興趣受眾 什麼叫行為受眾 舉例來說在FB的後台裡面 他還會幫你 因為你做哪些行為 幫你貼上特別標籤 我舉一些例子好了 之後在實際操作的時候 我們進到後台 可以看到更完整的內容 但是這邊我們先用舉例子來分享 舉例來說在行為受眾裡面 有一個叫做粉絲專業管理者 對不對 粉絲專業管理者 所以今天我先舉例 今天假設我要投放 廣告我要投放給誰 老闆 因為老闆很有錢 他買的東西應該比較貴 請問你如何投給老闆 老闆會有什麼樣的興趣 可能是什麼高爾夫球啊 還是什麼什麼酒啊 可是你說高爾夫球跟酒 絕對就是老闆嗎 不一定 所以興趣受眾 非常廣泛 像我也喜歡酒 但是我也是老闆 這可能推論 推論這是OK的 但是有些人 是老闆 但是他可能不喜歡酒啊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看行為受眾 行為受眾 我認為會更精準一點 那舉例來說行為受眾 剛剛有講粉絲專業管理者 這就很有趣 是粉絲專業管理者 也是老闆的機率 是不是就滿高的 OK 甚至在行為受眾裡面 它裡面還有一個叫做 收入前15% 前20% 但台灣沒有啦 這只有美國版的這個廣告投放 才有這個功能 就是它會抓出來你的收入 在前百分之幾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功能 因為台灣沒有 我也沒辦法測試說 就是它是不是真的有效 那我們也有投過 但是沒有很明顯的成效差異 它裡面有一個叫做 收入前10% 前20%的一個行為受眾 那或者是你曾經用FB付款過 所以今天你要去投FB的遊戲廣告 所以我今天去投FB遊戲廣告的時候 我去投那個有在FB付款過的 這個機率就中獎機率就高 甚至還可以投放什麼 iPhone手機的 Android手機的 為什麼呢 因為假設你賣什麼 手機殼 你當然iPhone投給iPhone的人看啊 Android投給Android的人看啊 這一定是正確的嘛 好這種我們叫做行為受眾 因為某些特定的行為 它的精準度 非常的高 好那再過來是 再 再過來叫類似受眾 類似受眾是這樣子喔 今天我們把一個受眾集合起來 比如說我可能是粉絲專業的管理者 加上喜歡酒 我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之後 我可能希望FB幫我們去找最接近的人 或者是這樣子 我們常常在投放廣告的時候 裡面會有個受眾叫做購買過文產品的人 因為假設你今天有買 該買的箱數齁 那裡面我們就可以抓到說 曾經買過文加產品的人 然後你就可以把買過文產品的人 可能有幾千人 然後跟FB講說 欸請幫我找到 最接近這些人的消費者 就叫類似受眾 類似受眾 它有一%兩%三% 因為台灣在台灣基本上在FB上面的使用人數 大概是兩千多萬人 我記得是兩千零多啦 那因為可能隨著時間會增加使用者帳號 那因為有些人會多開帳號之類的 有可能人數是會比 人數可能會比台灣實際的人數還要多 這是有可能的事情 那我們回來講 兩千多萬一%是多少 1% 就是等於說兩千多萬是除以100嘛 所以基本上會得到20萬左右 所以在台灣喔 基本1%的類似受眾 代表著20萬的受眾 所以我們有時候也蠻喜歡下這種受眾的 就是說幫我找到會購買文家的人 最接近的受眾 欸之前在投廣告的時候 測試的時候成效有時候也不錯 但有時候沒什麼感覺 但是這個就是要自己要去測試嘛 那有效當然就繼續用 沒有效我們就不使用 第三個叫自定受眾 我們可以針對是我們家粉絲 就是因為他有按讚嘛 加入這個粉專 我們家的粉絲 IG 現在有個新的功能是停留時間 在我們在上面停留時間 越長的粉絲 然後再過來是有看過某些影片 有加到購物車 有購買 或者是有去某一個頁面的 都可以抓出來叫自定受眾 我們之後會有個章節 比較偏實作的章節 在一個一個細細的去講 這個受眾有哪一些切法 跟用法 實際帶大家操作 我們這邊就快速的講解一下 受眾組合 只有常見的就是 興趣受眾 類似受眾自定受眾 那還有一個蠻常見的 叫地區型受眾 那我沒有特別拉出來 是因為他就是蠻簡單的 譬如說你今天開的是這個飲料店 這個這個便當店 你在投放廣告的時候 怎麼投 你一定是投我們家附近5公里 甚至最多可能10公里 好 這是地區受眾 那我一樣在操作 實際操作的畫面裡面 也會教大家這個部分 那這就是比較常見的一些地區 不管是受眾組合 或者是這個地區受眾之類的 興趣受眾 類似受眾自定受眾 這是我們常見的受眾組合 好 那我知道有這些受眾組合了 那我們來去看一個比較實際的案例 我們一般在賣東西會有一個產品 假設我今天賣耳機 那他的替代品項是什麼 可能是競爭對手是誰 別家的耳機 相關的粉絲團 延伸替代是他今天喜歡耳機的話 他可能喜歡音響 喜歡3G產品 所以我們在投廣告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用這種延伸的自主去找到興趣 不一定只有耳機而已 不一定只有耳機而已 在外是通路配件 意思是說 今天買耳機的人 他可能會去這個通路買啊 那你就去看 像我們剛剛 在看我個人的興趣的時候 是不是就有Seven 所以你就可以去通路配件 你可以去偷偷看Seven的成效如何 或是你的產品有在Seven或全家 那你就可以去偷偷看 OK 在外是相關行為 譬如說他可能喜歡 假設你要賣耳機 我們可以針對什麼 五月天的粉絲 去投放這個耳機廣告 因為我們可能耳機有跟五月天合作 這都是一個可以做的事情 那假設你今天賣的是美食類 你可以去找到跟你競爭 一樣產品的競爭對手 或是他跟我賣不一樣產品 但是他是我這個行業裡面的人 OK 然後再來延伸替代 可能是一些餐廳啊 一些部落客 因為部落客常去介紹這產品 通路配件 譬如說你家的產品在加入福大潤發 可能會出現 在外一些相關行為 他去吃美食 他可能想要健身的美食 還是他是個人喜歡烹飪 還是他就是喜歡吃而已 就是我們可以去分析他的相關行為 所以以上呢 他就是一個興趣我們在做挑選跟分析的時候 我們會用的一些方式 那你也可以參考看看 其實受眾是一個我覺得 非常有深度要去探討 因為投廣告就是受眾嘛 內容嘛 這兩個我認為佔比非常高 當然還有什麼版位啊 一些小細節 但是 人選對了 看到對的內容 有好的產品 基本上你就會成功 好所以以上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受眾組合的一些建議 挑選跟分析的部分 好有問題歡迎詢問